他有沒有一個大破大力 願意做創造性破壞的準備 這才是他未來能不能打贏正常宣戰 或者是能不能突圍或殺出重圍的關鍵之所在 你來到崇敬談白 我是歐崇敬 我們知道蔡英文在台灣政壇 已經興起了一種特殊的大者恒大 弱者恒弱的現象 連國民黨他現在因為黨產被沒收 或者一些付水組織 逐一的被蔡英文給收回 例如台灣的救國團 或者是台灣的副聯會 這些本來都擁有數百億的資金或者是資產 但這些逐步被蔡英文以所謂轉型正義 和財產或者社團國有化的名義呢 把它全部的給沒收了 那麼這些負責寺子一旦不見了 那麼事實上呢 等於說你手上沒有銀兩 沒有金子沒有銀子 你能動得了嗎 是真的很困難 拿許多國民黨的黨工來說 在1995年的時候呢 這個國民黨相關的黨工還有各種黨工的加起來啊 也有三千多人以上 如果再加上救國團呢 那更是有五千多人以上 還有副聯會呢 但現在這些呢 全部等同於另一類的結散 整個實質由國民黨來發薪水的人 是不到兩百個人 而這兩百個人還有很多啊 是地方黨部啊 自己投措款項啊 由地方人士呢 來給的錢 來自於地方黨部的房子呢 也很多 也是私人所贊助的 現在這個局面 你等於說啊 國民黨所擁有的資產 或者國民黨所擁有的資源呢 相當於 當時候在1990年代的一個中小型的政黨 那樣的規模如此而已 拿當時候的宋楚瑜來說 宋楚瑜剛剛成立那一回 他的親民黨所擁有的資源呢 都比現在的國民黨要大得多 這樣一來 大家馬上可以得到一個對比 那就是國民黨現在所擁有的資源 如果要跟現在民進黨 甚至只要跟蔡英文體系 那個蔡系來對抗 都是顯得如此的弱小 如此的渺小 那國民黨該怎麼辦呢 有一個辦法 那叫做創造性的迫害 什麼叫創造性的迫害呢 就是你必須要有技術的革新 以及另類科技的突破 或者是收法突破 或者是組織上的突破 這才會使得國民黨有機會 可以來個鹹魚大翻身 而目前為止我們就可以看到 像侯友一樣 剛剛在5月17號才被徵召 徵召不到一個禮拜 幾乎就沒有人看好他 包含他找副手 包含他找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 或者總幹事竟然都沒有人家 積極反應和答應 更不消說是要整合相關的藍營的勢力 譬如說要去整合韩國瑜那邊的力量 或者整合郭台銘那邊的力量 來自於去整合馬英九那邊的力量 幾乎都完全的不可能 這就說明了 即便當時的侯友宜 看起來是全黨呼聲最高 結果這個呼聲最高的效果 是一倍徵召之後 撐不到一個禮拜就垮了 更嚴重的是時至今日 咱們所播出的時間這集節目呢 你回頭看 他所被提名被徵召的時間 不過大概就是一個月 竟然在一個月的時間裡面已經轉成 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 到處有人在問說 什麼時候把它給換下來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他的民調一直徘徊在 16%到20%之間 而這就已經形成了 當年2015年9月中旬 洪秀柱被換掉 只有17%的那個民調數了 可是問題不在這個民調的高低而已 問題在於時間 為什麼如此短暫 他從那麼高的呼聲 瞬間就跌下來呢 為什麼侯友宜可以在5月17之前 好像是眾望所歸 後面就完全的 僅僅在一兩個禮拜 甚至只有幾天的時間 就變成沒有人看好他呢 只有兩個解釋 一個解釋是從頭到尾民調是在作假 第二個解釋是從頭到尾 國民黨由於他的組織的關係 跟手上資源的關係 誰正式拿到位置之後 大家基於現實的考量 就會發現這個來者呢 他是沒有任何資源可以給大家的 於是大家立即口耳相傳 因為台灣畢竟很小嘛 整個新部平原呢 從南到北你開車 其實三個半小時就可以走完了 所以消息的走動自然非常快 而且所謂消息迪通人士 可能一天之內就已經把整個 從新北台北一直到台南高雄屏東 所有的地方黨部跟地方要人的手機上 或者是所有的中央委員中常委等等 這些地方重要人脈上 可能電話已經被打了幾輪了 意思是說大家集體性的不看好 其實只需要兩到三天的時間 你手上一旦沒有籌碼 就是這個局面 可是難道只有錢 難道只有資源才能夠突破嗎 當然不是 這是我說的 他需要創造性的破壞 也就是透過新的組織 包含我們現在的新興媒體 也就是我們手上的手機上的APP 或者是網路上的許多網站 它可以產生不同的空軍效應 或者海軍效應 再者呢 你必須要全新的議題鎖定 跟不同的攻堅方式 而現在我們卻沒有看到 侯友宇陣營有出現任何新的攻堅模式 如此一來 那創造性的迫害就不會出現 那你原有的組織架構了既然不變 你就只能等待莫名其妙 或者是不知名的原因 把你蚕食精吞 而且不斷的腐蚀到人變得是受的不向人形 這意思就是說侯友宇他自己是怎麼變成今天這個民調狀態的 也許他自己都難以知道該如何是好呢 最簡單的方法是侯友宇陣營現在應該擬定攻堅的猛烈轟擊議題 來對準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賴清德或者是整個民進黨 乃至於綠營的執政都好 你猛烈攻擊的情況之下 每天開記者會或者是抓住許多議題 然後再和你可以與你行動的部位在街頭上產生力量 或者到相關的部位上去做抗議 這些都可以爭取吸引眼球的焦點 可是你如果沒有做這些突圍 沒有產生創造性的負荷的話 那就會按照現在規模 不斷一天一天的繼續猥瑣下去 只是說侯友宜他整個競爭團隊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或者他本身做一個候選人來說 他有沒有一個大破大力願意做創造性迫害的準備 這才是他能不能打贏這場選戰 或者是能不能突圍或殺出重圍的關鍵之所在 感謝您的收看